最近,烈性狗咬伤小女孩的新闻引发了大家关于狗和流浪狗到底该如何处理的热议 同时,狂犬病词言也再次出现在网友们面前 狂犬病的致死率号称达到百分之百 感染狂犬病之后,病人如何存活下来 一直以来是各国医疗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而世界首例被治愈狂犬病患者的出现让人震惊 他竟然通过假死十天,骗过百分之百致死的病毒 这个患者能够顺利存活是怎样做到的? 狗狗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的好伙伴 但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狗都是好狗 狗狗之所以让大家忌惮的主要原因是狂犬病 狂犬病,指的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一元性质的传染病 作为一种狂犬病毒 它的感染源除了我们最常见到的狗狗、猫咪之外 还有很多野生或流浪的哺乳类动物 比如野外的狼甚至是蝙蝠等 如果不幸被这些动物咬伤或者抓伤 一定要及时进行疫苗等处理 否则会因为感染危及生命 如果一个人患上了狂犬病 患者会出现很多严重的感染症状 比如开始流口水 发高烧不退 甚至是出现震颤 左半边身体 软瘫等病毒性感染症状 我们必须意识到 狂犬病一旦发作 致死率将会是百分之百 狂犬病之所以让人闻风脏蓝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狂犬病毒有着很长的潜伏期 如果人类被患病动物传染 有些患者一周内就会发现自己感染 而有的患者可能要几年 甚至数十年的潜伏期 才会表现出症状 一旦患者发病 患者会因为神经系统受损 变得异常兴奋 甚至有暴力行为 在这种病毒的侵蚀下 患者最终会器官衰竭而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首例被治愈的狂犬病患者出现了 女子假死十天 试图骗过百分之百致死的狂犬病毒 最后竟然还成功了 这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是侥幸还是努力结果 有推广意义吗 故事发生在2004年 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密尔沃基的女性 珍娜 珍娜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 发现一只蝙蝠 善良的她想把蝙蝠拿到外面放生 这时 变故出现了 蝙蝠即将飞出去的时候 她在珍娜的左手食指上 浅浅的划伤了一下 这个长度5毫米的血痕 改变了珍娜的身体系统 让珍娜患上了狂犬病 医院在珍娜的脑脊液和血液中 都发现了狂犬病的抗体 刚开始 珍娜左手有阵阵苏马感 头晕目眩 后来直接恶化的不断高伤 身体无法行走 珍娜的生命以命垂一线 医生面对这种病症无能为力 最后 一名叫威洛比的医生 想到了狂犬病的一条病理特质 狂犬病患者的大脑损伤 是通过疾病的并发症导致的 而不是狂犬病病毒的直接攻击 那么 是不是医生可以通过药物 强行让大脑进入死亡状态 通过让患者以假死的方式 骗过病毒 让患者在低能情况下 保证免疫系统正常运转 并在一定时间内 让患者的免疫系统产生足够的 抗狂犬病抗体 在患者体内消灭掉病毒 事实上 这虽然是很好的想法 同时也非常冒险 就连威洛比医生都无法保证可以成功 因为以前没有人尝试过 也没有任何试验 最终 为了自己女儿的生命 在父母的同意下 威洛比医生还是开始了 这个充满风险的治疗方式 威洛比医生通过将 密达作伦和绿安酮药剂 注入了珍娜的血液中 让珍娜处于一种夹死的状态 但是 这项冒险的试验 注定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因为注入的药物 珍娜就出现了药物过量 导致的代谢性酸中毒和溶血现象 伴有自主神经紊乱的问题 这让医疗学者们非常担心 珍娜是否可以撑下去 幸运的是 随着药物剂量的调整 珍娜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了稳定 经过6天的治疗 珍娜血液中的抗狂犬病毒抗体 开始逐渐上升 珍娜的生命出现转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 珍娜在第十天睁开了眼睛 让人欣慰的是 这场关于生命的赌局 医生们赌成功了 珍娜逐渐恢复了意识 甚至可以认出自己的家人 在住院31天后 珍娜的体内病毒检测转因 住院76天后 珍娜带着身上的神经系统后一阵 出院了 既然有了成功案例 这种方法能被推广出来吗 2004年 一名医生成功治愈了狂犬病患者 自此 狂犬病再也不是治不好的疾病 那其他人能效仿这种方法吗 如果效仿了 效果又如何呢 虽然关于这场狂犬病治疗 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但米尔沃基疗法 却并没有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 大家也并不认为 有了珍娜的这个案例 就意味着曾经让无数人 闻风丧胆的狂犬病 就真正有了拯救之道 经过珍娜的主治医生 威洛比医生的持续调查 在48例接受疗法的患者中 仅仅只有7个人成功存活 这意味着治疗概率 只有大概14.6%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能因为珍娜的成功案例 就认为米尔沃基疗法 是解救狂犬病的良药 珍娜的例子有非常多的例外 比如她中毒的原因 是独立没有那么严重的蝙蝠 而不是来自狗狗等的病毒 珍娜作为案例 享受了优质的护理和药物照顾 这种例外暂时还没办法展开到所有病例 2017年 我国也尝试过 为一位在深圳医院治疗的狂犬病患者 使用米尔沃基疗法 但是不幸的是 这场试验并没有坚持多久 一个月后 患者的家属便选择了放弃治疗 这位狂犬病患者也不幸离开了人世 从上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米尔沃基疗法 只能算是对狂犬病进行治疗的方法之一 但是它无法成为那个百分之百 成功率是无法百分之百的 况且这种治疗办法 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 高昂的费用 是很多家庭止步于尝试的原因 虽然在医疗领域 米尔沃基疗法 无法成为最好的良药 但是对患者来说 这种治疗方式 是拯救自己生命的方式之一 是自己必须尝试的 如果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无论如何应该做尝试 任何疗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 随着最近流浪狗新闻的频发 相信关于狂犬病的新闻 也会更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让我们对狂犬病也有更多思考 现在的狂犬病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预防 而不是事后弥补 你知道有什么可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吗 又如何看待狂犬病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歌 咱们下期见